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原来的那些决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这个很重要 只要理解了这一点实际上它在数学上实际上反而会更简单 就是在模型上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跟原来的那套决策体制 到底会对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要搞清楚 实际上外部性跟公共产品是有相关性的 实际上公共产品为什么会产生就是有外部性 就是有外部性 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产品来讲 我们一般的产品它的消费上都是排它的 排它的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是吧 你咬一颗苹果 这个苹果就在我嘴巴里了 不会再跑到另外的地方去 是吧 这就是排它 就是排它 但是呢有一些产品是不能排它的 有些产品只是部分的排它 你比方说这个灯是吧 我在那边看跟你在那边看 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不相似的 是吧 你也可以继续看 但是有十个人在那边看 还有十个人进来可能就会排斥了 因为这个灯照下来的地方就只有这么大 是不是 你可能站在角落里面看不清楚了 还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基本上是不会排它的 比方说你听收音机是吧 收音机的那个波段放出来的这个频率 你两个收音机停 三个收音机停 十个收音机停 再增加收音机停 大家还在那边停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你是像收音机的这个波段频段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排它的一个产品 完全不排它的一个产品 如果出现消费上是不可以排它的 那这种定价机制就要发生变化了 定价机制就发生变化了 大家想想看 这个东西我消费了我有一个效用 你消费了你也有一个效用 那是这个产品到底最后定价格定多少呢 对不对 那这个就跟我们原来的这道价格体制就有问题 有点区分了 有点区分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们寝室里四个人 是吧 这个要不要装空调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吧 事关你这个生存的问题是吧 但是每个人对这个抗热型是不一样的 是吧 有些人抗热指数比较高 这个35度以下基本上没问题是吧 睡得很安稳 有些人可能30度以上就睡不着觉了 那大家想想看 对于这样一种空调来讲 对这两种人实际上是评价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想想看 可能在杭州比方说35度以上 可能他能用到只有一周 比方说暑假里都回去了是吧 可能就那么几天 那他愿不愿意比方说花个2000块钱去买这样一个空调呢 如果有些人30度以上就受不了 那么他用到的时间可能是两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他愿意出2000块钱去把这个空调装起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定价机制应该怎么定 很显然跟我们原来 因为你装了这个空调 你不能说你 你那个杖子用玻璃围起来是吧 你这个空气不能吹进去给你是吧 或者说我自己围起来是吧 只能我自己用 其他人不能用是吧 因为至少在那个空间里面 大家还是不能排他的 你可以把隔壁的寝室给排掉是吧 你不能隔壁寝室敲个洞过来是吧 这非常不行 但是就说我们假定 在我们这个寝室里面四个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他是非排他的 非排他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不要供给 以多少的价格供给 供给多少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人的决赛 有时候会很简单 一个人的决赛很简单 比方说你寝室里是吧 打开水是吧 刚开始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 每个人一个开水瓶在那边是吧 打过来都自己用 每过一周大家都共用了是吧 然后水就没了是吧 永远就没了是吧 最后只能买一瓶小水自己喝喝 这就公共产品 这就公共产品 所以最后就变成不排他了 最后就变成不排他了 那么不排他之后的这个供给 到底是供给多少是好的 很简单不供给肯定不是一个最优的决策 是不是 这个寝室里永远没有水 肯定是不是最优的吧 我想想是应该是不是最优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在于 为什么最优的结果会长期的存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拉到一个 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 基本的框架里面来讲 前面的框架 我们假定的一个消费者呢 我们说假定一个消费者 我们说他要消费两种产品 消费两种产品 一种产品呢 是X 一种产品就是G 这种产品是公共产品 这种产品叫私人产品 这种产品是私人产品 那么公共产品呢 你比方说这个是I 它有这么多I 然后的公共产品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共同享用了这么多 一般我们用这样一个框架 如果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个预算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如果说公共产品 大家都不买 它可以得到的效用是多少呢 就是WI 零 对不对 是吧 我公共产品都没有买 就全部用来买私人产品 所以你不去打开水 自己都买一瓶瓶小瓶的水盒 是吧 小瓶水就是这个 大瓶水就是大铜水 但大铜水实际上 也不是公共产品 大家知道 这是有排大性的 对不对 空调倒是没排大性的 你可以自己 这样子里面 装一个小颠分散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说如果要进行消费 这个肯定要大于右 对不对啊 我如果要购买公共产品 我肯定比这个要来得好 我才会加入到这个公共产品的空间里面 或者我们叫做 叫做叫做一个 一个联盟或者俱乐部 那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 以概念性 介绍概念性为主 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些产品 我们介于 我们所理解的公共产品 比方说像 无线电的波段啊 国防啊 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完全不排它的 还有一些实际上是部分会排它的 但是我们也会称为公共产品 这种我们叫做准公共产品 或者叫地方性的公共产品 或者叫俱乐部产品 比方说一个游泳池 大家想想看 在人比较少的时候 实际上是公共产品 你多一个人 在这个游泳池里 有种实际上 就是当游泳池里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再增加一个人 实际上对你的效用 没什么影响 对不对 但是你人数不断的增多 最后大家都葬在那边的时候 那这个效用就 影响就很大了 那也就是说 在一定的人数范围之内 在一定的人数范围之内 大家的消费是不是排他的 但是超过了一定的人数之后呢 他的消费就会显著的排他了 显著的排他的 那么这种性质的产品 实际上也是非常多的 大量的 比方说道路 你人少的时候 大家都很通常 你一个马路上开一辆车 再开一辆车 实际上基本上不受影响 但都是车的时候 你影响就很大 是吧 就说这个时候 这些产品实际上 我们叫做俱乐部产品 你会发现呢 像俱乐部产品的时候呢 最后都会有一种 像俱乐部消费的 这样一种形式 俱乐部消费 比方游泳是吧 就这么一些人 道路可以说收费高路 收费道路是吧 部分的人消费 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去消费 等等 类似于这样一些方式 类似于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 最典型的俱乐部产品 是什么呢 城市 大家知道城市 我们说公共汽车 实际上公共汽车 不是公共产品 大家搞清楚这一点 公共汽车 不是公共产品 实际上他逛了一个 公共的名字 因为公共汽车显然是不是排他的 对不对 人数特别找高分的时候 你觉得是排他吗 肯定不是排他的 所以在人数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是不排他的 在空的时候 你一个人坐在上面 你多一个人 实际上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乘坐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坐马的时候再增加人 那就是排他了 有些人必须站着 还很拥挤 还很拥挤 所以公共产品 就是像城市里面的大量的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 它都不是公共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 有一定的数量控制 所以城市里面有户籍制度 一点不奇怪 虽然这个很受 这个说这个违防人权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说这个没有户籍的话 那国籍也应该 去美国为什么还要这么复杂的去签证 他应该我们很容易去过去 也不用偷渡了 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说明在美国有很多的 他只能美国人自己享受的公共产品 他不会给中国人享受 或者不会给其他的人家享受的一些 独特的公共产品 比方说养老金 比方说医疗 比方说教育 这些都是公共产品 但这些公共产品绝对不是说 他完全不排他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搞清楚 但我们这里先不在层次上去区分 这些不同的公共产品 我们假定在一定的人数范围之内 他是不排他的 不排他的 所以呢 你有多少个人 你还是享受了这么多的鸡 还是享受了这么多的鸡 那么鸡到底要提供多少呢 鸡到底要提供多少呢 如果说 有一个 礼上的鸡 空调 比方说 要么一 要么零 你零的话 你就消费这么多 要么一的话呢 你不能买棒皮空调 对不对 那么就是一 一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我要减掉一个价格 我要减掉一个价格 如果说 有一个人发现呢 这个空调 比方说是两千块钱 有一个人直接这个比这个大 那实际上就很好了 这个空调应该提供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提供出来 就这个人就是 不会跟其他人商量 我就自己去装了个空调 其他人都搭便车了 对不对 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 装了这个空调 比 他不装空调 项目买得高 所以他应该去装这个空调 就这个人自己出现去装空调 那这个实际上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了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比方说秦司里 有人这个口渴的比较厉害 我们秦司里主要一个是耐高温 一个是耐刚汉 是吧 就这两个耐的劳得者 基本上可以搭便车 这个 有些耐刚汉比较差 那他不得不拎着热水瓶去打开水 一打过来 自己先喝一口 接下来一装液就没了 那么 那没问题 因为他觉得自己 自己喝了之后 他如果效用超过他不喝的效用 那么他是会去做这个事情 他会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种情况是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问题是会出现 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 就是说 他比较小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甲电XI 解掉一个PI 1 大于等于U WI 0 然后呢 SegmaPI 加起来呢 要大于等于P 这个P呢 是这个空调的价格 就每个人出一点钱 但是他的效用呢 都会比那个不出钱 没空调的效用来的高 但是呢 每个人出的这些钱 加起来呢 他要超过那个空调的价格 这个时候从社会最优的角度来看 这个空调应该买过来 对不对 对吧 就 比方说 你出100块钱 装一个空调 你愿不愿意 你肯定会愿意 他出500块钱 装一个空调 你愿不愿意 他说愿意 另外一个人说出1000块钱 装一个空调 愿不愿意 他也说愿意 最后四个人全部加起来 超过2000块钱了 去装了这个空调 大家都愿意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空调提供起来 大家效用都提高了 效用都提高了 理论上好像这样是可以做的 但问题就出现了 就这个时候 这个钱到底怎么出 对不对 你说这个出100块钱 他出500块钱 另外一个人出1000块钱 出1000块钱的人 那个说 他凭什么出100块钱 是吧 这个时候就会 那你会说 我这个 比较耐高温是吧 但是这个 你很难去 去确认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出现 因为你到底 你的这个 你这个you啊 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 其他人是不知道 如果其他人都知道的话 那有一个社会的 那个那个计划者 就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由于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会出现一些 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你有可能那个会出 你有可能就会 一个有效率的产品 就没法被供给出来 没法被供给出来 那么我们理论上讲呢 这些都不讲了 我们理论上讲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那个 很重要的这个 我们假定两个人 我们现在假定两个人 假定这个不是 一跟那个的问题 就是我们假定这样 就是 U1 也是 XAG 就等于 XAE 加上 VG 那么 U2 XAG 也是等于 XAE 加上 V2 G 这就是说 它关于这个公共产品 是有一个 理线性的效用 是吧 理线性的效用 那么 现在的这个G呢 它是可以 高也可以低的 就是 它是连续的 不是说 1 或者 买或者不买 它是可以买0.1 0.2 0.3 就是一个 一个数量 一个数量 比方说 我这条路修多少长 是吧 是一个连续的变量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 这个价格是 1 这个PX价格等于 PG的价格就等于P PG的价格就等于P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 我应该购买多少的G 税会是最优的 应该购买多少的G 社会是最优的 或者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我们假定 社会上提供这个G的成本 CG 这个是一个社会上提供这个G的成本 对吧 生产这个G的成本 我们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了 那我们社会最优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吧 最大话 就只有两个人 那么应该是把U1 加上U2 解掉CG 是吧 再加起来 这个是社会最优的 这个是社会最优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社会最优的一阶条件 应该是MU1G 加上MU2G 应该是等于MCG 对不对 这个一阶条件 然后就这两个加起来 减掉CG 这个时候它的那个 这个球一阶导 这个球一阶导 加起来 减掉CG 要等于0 就是得到了这么一个式子 实际上 如果是 因为那个M 我们再截去MUX MUX等于1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 把它看成是M2S 这个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这个式子是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又叫 萨茉尔森条件 萨茉尔森条件 就关于公共产品 供给的萨茉尔森条件 就是说 如果是公共产品 供给多少是社会最优的 那么应该是 供给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关于这个公共产品的 所有社会成员的 编辑效用加总 等于这个产品的编辑成本 这个时候 供给的公共产品 这么多数量是社会最优的 而这个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 私人产品确确确是相反的 我们私人产品是会出现 MU1G等于MU2G等于MC 应该是 这个不是G了 在XXX 私人产品就是 大家都相等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大家都加起来 等于成本 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 这个是公共产品和 私人产品这个式子 前面应该得到过了 在一均衡里面 是不是得到过了 应该 或者更确切地讲 因为你线性效果可以直接MU1 就是M2 S A 所有人的边际 那个 所有人的那个边际替代率 都应该相等 应该等于边际转化率 我们上次课不是讲过的吗 那么我们公共产品的供给 应该是怎么样子呢 假定这个是 A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这个是 B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这条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曲线 MC是不是就 供给曲线 是吧 我们说社会的最优应该是供给多少呢 不是在这一点 也不是在这一点 而应该是在这一点 这条线怎么来的呢 就是MUA加上MUB 就这两个人加起来 是纵向加起来的 纵向加起来的 那么这条线相等的时候 应该供给这么多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是搭便车的 这个时候公共产品的供给 肯定是不足 如果让A来自己做 他就买这么多 停住了 如果让B来自己做决策 他就买这么多 也停住了 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 应该他们两个 共同来做决策 应该买这么多 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 如果只要存在搭便车的时候 或者说有私人决策 来供给的时候 肯定是供给不足的 肯定是供给不足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 私人都是在这条线的里面 哪怕是有很多线 只有加重起来这条线 肯定是在这所有的线的外面 所以他的供给 肯定是最大的 而私人的供给 肯定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让他愿意 就是供给这么多 让他愿意就供给这么多 供给这么多 所以这个就是公共产品 在这个决策里面 是很重要的 跟我们私人产品是不一样 我们知道私人产品 大家想想看 社会的需求曲线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条是B的需求曲线 是吧 编辑成本就是它的需求曲线 我们讲过的 是不是 这条是A的需求曲线 如果两条需求曲线 那么如果是私人物品的话 那么就应该这样加过去 是不是 就应该加过去 因为应该是变成了 这样一条线 对不对 如果是私人物品 是这样加过去 所以私人物品 整个社会最后供给多少 跟公共物品供给多少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整个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 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 是所有私人产品需求曲线 重向加起来 重向加起来 而对私人产品的供给曲 需求曲线 是所有的 个人的需求曲线的 加总 它是横向加过去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公共产品应该怎么样 采取一个有效的措施 让它去供给 而且能达到这么一个 有效率的结果 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总体上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这里讲了 让任何一个人来供给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图案 让任何一个人供给 都会有搭便车的问题 搭便车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B 如果A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这种方式 我们就刚才讲了 A先供给一部分 B再来供给一部分 然后大家合起来 就公共产品的总的供给 比方说修路一样 你修一段 他修一段 对不对 合起来是不是一段 更惨的路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可以走 都可以走 农村里一些修路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家门口 把自己家门口 这条路修起来 每个人家门口修好 一条村里的路就修好了 当然可能 在通到村口那条路 没有人家住的 就可能空在那边了 但我们先不管这些 我们说如果GA已经给定了这么多GA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时候 这一点就是 这一点就是那个变成B的决策的时候的秉赋点 我们假定XB是这么多 原来它有这么多钱 这个时候我哪怕不提供任何的公共产品 我自己不提供任何公共产品 我就能享受这么多的公共产品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如果要再提供公共产品 我自己的私人产品的消费就要下降 因此这是一条预算线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效用函数 那这个时候我效用最大就是这一点 就我不提供任何新的公共产品了 我就消费这么多 我自己消费这么多私人产品 消费这么多公共产品 消费人家的公共产品 这个就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 它肯定不会在这里的任何一点 它再攻击公共产品就不会了 肯定是不会了 那么 那现实中出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施这样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呢 一般来讲有这么一些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但是也被证明是比较难实施的 我们就叫零打税 就每个人收税 但每个人收税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这个公共产品你愿意出多少价格 每个人报 每个人报 但是每个人都有地报的动机是吧 我明明是这个很想这个空调装起来了 我就是我那个耐高红指数35是吧 35度以上 以下我基本上不用 所以我愿意出100块钱 那每个人如果都是这么想 最后出的钱是不购买这个空调 最后会发现这个空调没被装起来 大家都有低报的动力 那还有一种呢 投票 说平汤 然后投票 就是说这个空调 比方说是2000块钱 每个人500块钱 四个人出 然后呢 同不同意 投票 过磅数 同意就执行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或者说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会有问题的 实际上说那个 严重一点就是赤裸裸的剥削是吧 因为有些人确实抗汉的指数 不是抗热的指数比较高是吧 他确实用的很少 他如果35度以下吹空掉 他会感冒是吧 那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 他还是要出500块钱 哪一个感冒是吧 那不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效用巨大的损失吗 巨大的损失吗 就是说你用很民主的方式 有时候也会制造出一个很不良的一个结果 很不良的一个结果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基力经济学里面会讲到的 叫克拉克机制 就格拉夫斯克拉克机制 这个机制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这种机制呢会把你的信号给显示出来 就相当于是说每个人报一个价格 每个人报一个价格 那么你实际上支付的价格是其他人价格加总的一个函数 跟你自己报的价格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们不用去具体去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你们以后学到会发现 那这个机制很有意思 就是说不考虑财政平衡的情况下呢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这个最真实的价格会爆出来 就像拍卖一样 大家知道二阶价格拍卖 大家都会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支付意愿会爆出来 这个就相当于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 不管怎么样 就是关于这样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的讨论 实际上是远没有结束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会有更多的问题 所以呢 也是可以让大家开放的去讨论的